越南的富国岛旅行团丢包案 越南和台湾两地的主管机关 也相继开罚 观光署下午宣布 年代旅游即日起 勒令停业三个月 宾保协会也立即予以出会 若是年代旅游无法缴出 150万元的保证金 将会面临撤照 越南当地的旅游局 因为地接社 未依规定签约 也祭出了财罚 不过近期年代旅游 又带了16人出团到富国岛 因为没有付钱给地接社 越南方没有人愿意接团 旅客到了机场后 才被告知说 原本的跟团行程 无奈要改为自由行 一家大小大宝小宝 跟团出发富国岛 一团16人登机前一刻 突然被告知 没有越南领队 即餐时既定行程 全变调 出团的旅行社 又是年代旅游 因为没付钱 当地地接社不承接 旅客的跟团旅游 无奈惨变 自由行 年代旅游风波不断 春节才有旅客在越南富国岛 跟团被丢包 但业者和地接社 双方各执一词 经过观光署调查 发现年代旅游 公司财务业务异常 对外机前债务超过千万元 为了防止旅客权益 受损扩大 即日起勒令业者 停业三个月 目前还有知道 他有积签那个 马尔地夫饭店的钱 我们现在停业他三个月 他应该要提一个 副业计划 三个月到之前 他要提一个副业计划 所以我们会检视 他提的副业计划 能不能副业 如果不能副业 我们会继续延长 年代旅游 招停业从二月底 到四月底前 已经买行程 带出团的四百三十人 观光署强调 业者需办理 全额退费 赔偿违约金 或是将旅客转游 其他旅行社出团 不过除了年代旅游 被乘处 越南的地结社 也被认定违规 越南媒体报导 尖江省旅游局调查 地结社去年九月 和年代旅游签约 今年一月十八号 收取定金再向对方报价 但价格为达成协议 一月三十一号 地结社单方面通知 终止合约 但宣布取消合作后 还是保留定金 也持续服务与收费 被越方任地影 未依规定签约 因此决定开发 如果认为在越南当地 自配了七百二十美元 相关的账款 有上开的一亿 就可以依照 定情化契约判本 来向发卡机构 申请正义账款的处理 在这个旅行不变险的部分 目前从这个情况看起来 似乎是没有符合城堡范围 旅客春节出游被丢包 保险局表示不符合旅生取消 或更改保险城堡范围 无法依旅游不变险理赔 但银行局强调 旅客对缴付的团费 有一亿都能依规定 向发卡机构申请争议款处理 记者陈光轩张家 张熊云台北桃围报道